又犯殺人罪處有期徒刑12年 不得醫科罰金的部分 定因執行刑有期徒刑12年6月 被告在第一次撞擊發生之前 雖然有預見其酒後駕車及高速標識的危險駕駛行為 有肇事致他人死傷的可能 但並無證據證明被告當時存有 即使肇事致他人死傷也在所不息 或放任他人死亡結果發生的心態 只能認為被告當時心存僥倖 認為自己仍然有操控能力 不會有罪人致人於死的心態 因此僅能認為在當時被告對於他人的死傷 是出於有認識的過失而不是不確定故意 那當時被告就是為了要儘速逃離罪事現場 才會繼續高速的前行 可見被告在此時已經具備有 即使再次撞擊他人致死也在所不息的心態 因此應該認為在被告這個時候 已經具備有殺人的不確定故意 本院的判決主文 原判決除了關於第一位誠信被害人 工作不重的部分之外 其他的部分均撤銷 罪犯不能安全駕駛公立交通工具罪 處有基督刑6個月 得一顆罰金 又犯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 處有基督刑1年2個月 又犯殺人罪 處有基督刑12年 不得一顆罰金的部分 被兵執行刑有基督刑12年6月 被判決不給 被判決不可 被判決不可 被判決不可